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或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日军驻我国东北第一陆军医院开始撤退 但牡丹枪阻挡了他们的退路 眼见撤退不成 院长便要求医护人员跳降自杀 不过有一部分人却被解放军救下了 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伊藤玉子的护士 之后伊藤玉子就留在了解放军救护队 他学习中文 加入了八路军 成了一名八路军护士 他曾经目睹过日本人残忍杀害中国人的场面 这也使得他赎罪的心情更加坚定 他曾用自己的O型血救治过107位中国军阵 后来他嫁给了一位中国军官宗旭定 并在1954年转业后跟随丈夫回到了江苏乳高生活 他成了乳高县医院的护士 但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丈夫的肺结核病情恶化 又做了未切除手术 家里的负担全都压在了伊藤玉子肩上 但他从不抱怨 尽心照顾好丈夫和孩子 也绝不耽误工作 他的认真和坚强打动了医院的同事 大家都格外照顾他 1972年中日恢复建交 伊藤玉子也回到日本见到了84岁的老母亲 但当日本政府和母亲用优渥的条件挽留他时 他却拒绝了 他表示他离不开中国 1972年除夕之夜 伊藤玉子回到了朱高 他说他回家过年了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种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甘信全是